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扫码进入到老家的味道和番茄小镇联合打造的老家真选平台 购买各式各样的地道原产地食材 只要扫码进入 海量红包随机发放 下单立减 同时老家的味道也正在招募合伙人 参与方式非常简单 您只需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好友 我们将会拉您入群 了解更多的平台信息 一旦成为合伙人 零风险不囤货 分享销售商品 还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哦 所以还等什么呢 赶紧拿起手机 加入我们吧 接下来赶紧请上我们的老朋友 著名的营养学家 美食家江波老师 欢迎您江老师 您好江老师 蒙克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去到的地方 非常的厉害 它有着4100多年的建城史和建都史 也是我们非常著名的八朝古都 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您才是哪儿 哪儿啊 开封 开封啊 我知道啊 开封的历史悠久 文化是渊远流长 咱们这地方的美食可以说是一菜分成 独具特色 话不多说 咱们别跟这儿瞎评了 今天咱们请哪位老师 给咱们做咱们开封的美食 赶紧请上 赶紧请上 您别着急 今天我们可是为大家请了两位大厨 来为大家烹饪美食 到底是哪位大厨呢 我们通过小片来带大家一起来 认识一下 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 屋于河南开封市中心的夜市摊 时刻川流不息 古楼夜市始于北宋都城汴京 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各种地道的民间美味 特色小吃 深受大众的追捧与青睐 相比古楼夜市的市井小吃 也认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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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国际 想玩一出来 老北人的汇比 再打着玩家呢 他们很少上街上吃饭的 你想红楼吗 他街上他家里那边吃饭 都跟街上的完全不一样了 开封圣河回族区 偏僻的东郊小巷里 隐居着陈氏官府菜的 一代宗师陈长安 陈氏官府菜 由陈长安的曾祖父陈永祥 在清末时期创建 至今已过百年 自太祖为慈禧做菜开始 陈氏家族五代为厨 人才辈出 炸紫酥肉 官府菜的代表之一 蒸制后的猪肉 裹面糊油炸 炸好的酥肉色泽棕黄 光润发亮 外焦里嫩 肥而不腻 口感可与烤鸭媲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改革开放之后 为适应市场需求 陈氏官府菜的传承 不再局限于陈氏后人 陈长安决定广收徒弟 把陈家菜的记忆发扬光大 第一他得喜欢这个行业 第二个最好还是有点理想保护 只有最舍得下功夫的徒弟 才能领悟到陈氏官府菜的精髓 陈长安规定 每个徒弟的入行 都要从基本功开始 雕刻 不能有丝毫的分神 两毫米不到的花瓣厚度 需要想象力 更需要分毫不差的轻巧刀工 这是一位厨师最基本的技能 鲤背面 半米的粗条反复伸长折起 直至顺柳 绵软而富有韧性 达不到成千上百次的溜条 就无法接近背面的精髓 从精致的造型雕刻 到细如发丝般的背面 为了延续官府菜的品质 陈氏五代用上百年的时间 用心雕琢每一样食材 今天 在被快节奏的饮食竞争模式 包围的陈家大院里 陈长安给陈家菜订下的规矩是 一天只开两桌席 陈长安对菜品有着近乎教科书般的严苛 只有基本功练成且耐力品性物性皆高的学徒 才能有机会接触更高一级菜品的学习 眼看徒弟们以学有所成 陈长安决定通过一套陈家的祖传记忆 套四包对他们进行记忆考核 食材的选择由陈长安亲自把控 这是比较有精神的鸽子都比较好了 要看到鸽子头一抵在那里面了 那是身体不健康的 看着帽广烟 一个这个一帽发亮 这都不错 感觉还砍着阉神 鸡丸 比较悬眼的鸡丸都比较好 从颈部开三寸小口 将整个骨骼全部拖出 刀口要小 不破皮肉 还可以不错 一个就是看国度体的感情不感情 再一个看它动挪 国际人都有一句话 康家一出售都找优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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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河南卫视老家的味道 所以我们第一位请出的大厨 就是我们刚才小片当中看到的陈长安 陈大师 我们掌声有请陈大师 欢迎陈老师 欢迎 欢迎 欢迎陈老师 又见面了 欢迎您 欢迎您 欢迎陈老师 陈老师 我跟您说 您虽然说刚才还没见到您本人 但是相信通过小片当中看到的 大家已经口水直流了 您看看这小小片当中神奇的套四宝 鸡 鸭 鸽 鸳 鸳 鸳 四肢全勤 完美地融合到一起层层相讨 而且还都是完整的状态 竟然还没有一根骨头 我说不下去了 我觉得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关键人家陈老家学还特别的渊源 您想五代人都是从事这个的 据我了解 咱们这个陈家菜有三百多道 别让陈老师做这个 这么在家庭里头做不好的 手艺这么高超的 这么名贵的菜肴 干脆让陈老师教点 咱们这个家里能做的 您听了这些条件 这些要求 您今天第一道菜 要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做一道炼华鸯 它是用鸭肉和莲花在一起制作一道菜 您这带的是什么 这是鸭肉 鸭肉 这时候需要不需要炸制呢 那需要 那我赶紧做点油 先把油做了 好 得了得了得了 鸭肉 然后鸭肉 进行改刀 这最后要切成什么样的形状呢 切成瓷 切丝 孟科刚才说这个牙签啊牙签啊 还以为是莲花牌的牙签呢 感情没有 是一种烹调方法 这种烹调方法我可在这个古书上看见了 是吗 北宋时期在咱们河南特有的一种烹调技艺 就是用咱们那个不同的烹饪原料包裹上成圆柱形 就叫什么什么签 所以我们今天吃到的也是一道有着历史传承的名菜啊 咱们这一步就是该进行做这个销料的培料 培料 您这准备的是什么呀 这应该是咱们的白莲花 对对白莲花 白莲花是莲花当中稀有珍贵的品种 所以这个白莲底下产的这个藕啊叫白莲藕 红莲底下产下来的藕呢叫莲藕 那它的营养价值上有什么体现呢 这个莲花有清热 降薪火 去湿 减肥 瘦身的作用 因为它里边含有部分的微微的生物碱 我看陈老刚才这个莲花切成丝之后了 又选用了咱们这个冬笋 对冬笋 好 配药已经准备好了 下面咱们开始这个腌渍咱们这个鸭肉了 鸭筋肉 这个鸭肉先放一点腌 这个胃精 割点胃精 割点胃精 现在有半个鸡蛋清都可以了 半个鸡蛋清 半个就够了 对 这样再放个分线 好 薄薄的给它穿上一层衣裳 对 拿着上劲 然后放入这个配料 放入咱们这些配料 这个莲花 莲花 冬笋 这个配料跟鸭肉大概的比例是一比一吗 不是一比一 配料要少一点 香料就做好了 然后把这个花油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网油 这个网油 您让我们这个主持人看一看 他可能没有见过 给我开开眼界 这看上去粉粉的 还有小格子状的 对 网油又叫花油 网油 猪网油 是吗 对 在里边锅鸭水 OK 超值一下 实际上这个网油 就是包裹在猪内脏上面的 我们一种特殊的油脂 所以在中医理论上认为 这个网油 滋阴 润燥 养血 而且呢 所以刚才一条条的是 它的肉的纹理是吗 是脂肪 是附着在咱们筋膜之上的 这筋膜叫结地组织 所以非常非常的好 也是呢 咱们现在不可多见的 我们的一种食材 是鸡蛋粉馅 这个鸡蛋粉馅 您简单跟我们说说 是用鸡蛋和咱们的电粉 调匀了就行了 鸡蛋清 轻轻抹上一层 薛华尖 程老师把咱们刚才配好料的 这个鸭肉啊 均匀地码放在当中 嗯 把它剪起来 这个做法很特殊啊 好 均匀地把它放进去 开始炸制 而且你看这炸一看上去 跟炸油条是有点像的啊 这个第一步说是要让它这个 炸透 醒炸炸熟 炸透 然后第二步再给它翻个面 炸 这样也受热 炸椒 外皮椒里边炸干 哦 陈老 我看咱们这个鸭签已经飘上来了 但是呢 怎么能看到它里边真正的成熟了呢 现在基本上就熟了 现在基本上就熟了 哦 要切成这个小斜的像点段似的 对 还要把它呢 码成这个花朵的形状 这个鸭签呀 冬笋呀 都可以很好地中和这种油脆的味道 喝熟水 真解渴 本来木油大锅品牌 金大狼凉白开赞助播出 这个鸭肉的鲜香 还有这莲花的清香 还有这冬笋的营养 全部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了 而且还是被这一层薄薄的猪网油包裹起来 所以我觉得搭配得非常的完美 莲花鸭签 第一步 将改刀后的鸭脯肉放入碗中 加入盐 味精 鸡蛋清 淀粉 荷花 腌制备用 第二步 将鸡蛋粉芡涂抹在猪网油上 加入馅料 卷成桶状 第三步 将鸭签放入油锅中 炸至金黄色捞出 改刀装盘 美味 即可享用 吃完了这第一道如此美味的莲花鸭签之后 后面还有哪些美食等着我们呢 赶紧跟着小片 一起来看看吧 2017年12月底 19岁的沙玉婷 度过大学生活的第一个寒假 从上海回到家乡开封 爷爷 房价老吴 回家了 老老 回一趟人了 在她的记忆中 这座一千多年前 北宋最繁华的都城 便是她心中魂牵梦绕的故土 沙玉婷家在开封著名的回民区 四门 回于南口这间不足两平方米的小店 是沙玉婷家的祖传店铺 开封著名的沙家品味来酱牛肉老店 改革开放四十年 这家店面几乎没什么变化 但最大的变化是每天的销售额逐年递增 现在每天八百斤酱牛肉的销售额 在整个开封堪称独一无二 沙玉婷父亲沙孟龙是沙家牛肉第四代传人 清光绪年间 他们的祖先创出了沙家牛肉的招牌 至今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 在中国 拥有高超厨艺的美食制作者 都善于利用各种香料 通过对时间变化的把握 创造出独特的味道来 沙家牛肉也是如此 至今他家祖传的 用来制作酱牛肉的香料配方 依旧是沙孟龙心底恪熟的秘密 选用上好的牛肉 你看这个肉 肉质发亮 腌射部分 封锅后 将其放置于缸中进行腌制 使牛肉更充分的入味 配好了打了 煮出来的水 然后腌 给一块儿凉凉 腌一下 每天早晨三四点 屋于顺门的这座小院就点起灯火 柴火的琵琶绳宣告着新的一天即将来临 煮肉的汤是一袋袋新汤对老汤传承下来的 就像沙家牛肉代代相传的承袭 味觉通过这锅老汤延续着其经久不衰的生命 将八百余斤腌制好的牛肉投入到两口 捏集于两平方米的大锅中 柴火的使用也格外讲究 必须是粗约七到十厘米的干木柴 差一点都不行 柴火的质地将影响到牛肉在煮制过程中的成熟度 度是中国传统计量方式的一种说法 但在传统记忆中它更多时候是不可以量化的 牛肉在各种配料的浸润下 汤汁开始浸到肉的纤维中 一点点将肉的原味浸染上各种香与醇的味道 改变就在这四个小时的不断融合中 创造出了沙家牛肉的独特味道 用铁钩钩肉 离钩即熟 将肉放于竹框里亮 只一会便干干爽爽 一百二十余年 四万三千余天 沙羽亭的祖辈 父辈 用人生的每一天 卷刻着沙家牛肉的味道 一种食物四代人的经历 这种味道成为古老开封城典型气质中的一味 一千五百多年 曾经的水陆两运交通枢纽 汇聚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民俗物产 形成了独特的开封饮食习惯 靠一体郭帖铭兵养全国 这是开封的气度 刑家郭帖创始于清光绪八年 如今继承它的是刑家第三代子孙刑亮 17岁那年 改革开放刚好二十年 刑家郭帖的创始人刑振运 也就是刑亮的爷爷不幸去世 这对于当时正蒸蒸日上的刑家郭帖 是个不小的打击 在爷爷的临终嘱托下 刑亮放下梦想 和奶奶艰难地继续支撑家业 当时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演员 就是这个梦想 结果就是这个 家里人就说 就是说让我继承这个组业 我考虑考虑确实应该继承下来 刑家郭帖最出名的是猪肉酒黄馅 选用上层的猪后腿肉 这部分的肉质最为劲道 可以以酒黄的辅佐 刚柔相继 口有嚼头 余味无穷 不停地搅动 帮它摔打 就是让这个店不停地上进 再往里面加一种老汤进去 使这个锅贴这个馅汁呢 会更加的鲜美 选用冷水和面 和出来的面比刀削面还要硬 这便于锅贴造型和煎制时 底部焦黄的效果 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炸这个面 把这个关节全部都炸破了 锅贴放入锅中加热至五成熟时 淋入清水 使锅贴处于半煎半蒸的状态 水干后浇入西面浆 您那个面浆 其一是出那个赤梨造型 其二 就是说使这个锅贴口感是酥脆 带到面浆颜色微黄 浇上开封特产芝麻香油 随着香油的渗入 白色的面浆瞬间变成金黄色的赤梨 在美食的制造上 开封人从不吝啬慢工出细火 面与馅在温度的一点点调教下 熏出饱满的香味来 除色香味之外 形量让它家的锅贴拥有了艺术的美感 美食的一粒鱼 有了艺术的最多更热烈的美感 我这些在某一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二步就是上完了浆了 过水 过水 这个再用我们术语 这叫水滑 水滑 水滑了它连天就是沦 吃起来爽口 对 爽口 但是咱们这个里边这个关键 您再给我们说一说 只透了都赶紧烙 但是一样是裹活了 它就吃肉捞了都 明白 就是这个火候特别重要 对 火大了老了 火小了不熟 不熟 这都可以了 这个也是实战厨经验 对 做上油 这锅里头就这么一点油 咱们这官府菜搭配起来讲究 您看刚才我们说 咱中国的菜点分为很多的菜系 比如说刚才您把这些配料 都放到油锅当中 开始进行煸炒 放少许汤 少许汤 来 少许汤 来 盘子给您 加入盐糖 少许的味精 这是葱姜水 葱姜水 这是粉芡 用这个葱姜水 来卸咱们这个少许的粉芡 香味出来了 出发前咱们加入香菜 好 这时候香菜再次进行点缀 简单的进行翻炒 对 这香菜一下锅 觉得这个马上的这个芳香的味道 就出来了 牛肉 滑嫩 木耳 爽脆 冬笋 清口 关键这个香菜 芳香啊 玉香牛肉丁 第一步 将改刀后的牛肉放入碗中 加入盐 蛋清 淀粉 上浆备用 第二步 将牛肉放入热水中 煮熟后捞出 第三步 在锅中放入冬笋 木耳 高汤 盐 糖 葱姜水 最后加入牛肉进行翻炒 美味即可出锅 您吃的怎么样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 今天您刚才一开始 可跟我说了 今天请了两位大师 没错 所以这第三个菜肴是什么呢 咱们赶紧通过小片 一起来看看吧 古都开封 美食的天堂 在各种美味佳肴 摆满人们餐桌的今天 一些被时光打磨过的民间小吃 依然占据着一席之地 在胡同身处百年老店 有的食物跟开封人亲近的 就像多年的老街坊 给予开封人的不只是和口 舒适 还有回忆 念想 位于开封金药路上的饭店 王魔头 就是一个永远让开封人惦念的老地方 在这个病国的时候 按这个点开封不用说了 基本上是家喻苦销 王董香到旭州 王习能到西安 王安长72岁 王魔头饭店的第三代传承人 从小在父亲所经营的饭店长大 至今接管王魔头饭店近三十年 魔头儿子 源于父亲王国柱的化名 父亲做的一手好面 且为人慷慨 乐善好施 来魔头家吃饭 有钱没钱都能管保 当地人说起王国柱 有口结尾 我父亲教导都是做生意 先想都兑齐一年 我不要想自己 只要兑齐一年来 人家肯定兑齐一年 提起王魔头 开封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老三样 鸡蛋灌饼 酒头菜盒 炸酱面 三种再寻常不过的面食 通过王家传承百年的手艺 成就一种让人回味无穷的口感 王家酒头菜盒 一把嫩酒头细细切碎 一张薄面饼接住满满的馅料 鲜黄又嫩的蛋液均匀的浇上 一口生铁熬子 煎至双面焦黄 饼皮焦脆 馅料软淡 最普通的做法 炮制出最家常的味道 而家常 正是人们心里最难得的滋味 王魔头饭店原名萧季面馆 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 以陪伴开放人 走过近百年的岁月 九十年代 王魔头 曾因各种原因关门十年 王安常清晰地记得 饭店再度开张时 是客们激动不移的场景 来了两样车队 老头带老婆来 老婆带老头的三种车队 再一个是妻子营丹的饭坡车队 他们吃惯着油味 都怀念 来 朱仙镇 建于战国初起 中国四大名镇之一 距离开封市区15公里 徜徉在古镇的街道上 两旁的老屋斑驳的石墙 处处诉说着这座古镇的苍老 而与朱仙镇始于同一时期的 还有这里古老的小吃 五香豆腐干 每天早上六点 65岁的马智利 都会和工人一起 开始一天豆腐干的制作 徒弟们完全可以胜任的环节 马智利依然坚持亲力亲为 我油味吃一点 死都吃越吃越好吃 我给它牛肉 牛肉玩了一次 上一批制作的豆腐干 此时正在经历室内阴干 这个过程需要三十天时间 朝下的一面容易立出油分 马智利每天都要翻豆腐块 以留住更多的油分 你要弄了豆腐炸吧 它好吃不好吃 你给你提嘴 它这个豆腐玩的都不好吃 奔着远香斋招牌而来的时刻 大多都伴随着豆腐干的味道长大 今天随着朱仙镇人的脚步 远香摘豆腐干 以飘洋过海远消美国 日本香港等地 对朱仙镇人而言 无论身在何方 小时候最熟悉的味道 就是藏在心底那份老家的味道 家常的做法呀 最容易让我们吃到家常的味道 而这种家常的滋味 也是人们心中最难以追寻的味道 接下来我们赶紧请上 今天的第二位大师王安诚 王大师 欢迎欢迎王大师 欢迎王老师 欢迎王老师 哈广多人是包摇片 糖醋流浴带背面 肉丝带地炒绒片 一个小鸡就多巴巴 哇塞 这未见其人 好玩好 先闻其声啊王大师 欢迎您王老师 您这都不愣了这是 没有我听着王老师说 怎么还要带背面上这呢 这是我们鱼菜的名菜 鲤鱼背面 还有个什么小筋切八半啊 没听明白是吗 太好了 王老师 咱教药 姜老师今天怎么样 可以教 这是咱鱼菜 一个配点 叫香烫鸭枣 香烫鸭枣 宝采 香烫鸭枣 也是咱赫南生的肥无知无法遗产 这是宝头这是一个指示 烫鸭枣一盏 往这一盏 爬光肚是保肴片 汤醋鸭枣 带背面 哎呦 这听着太过瘾了 我用北京的来一个怎么样 行啊 用京音 对吧 这个 爬光肚 溜肉片 汤醋鸭 带背面 哎 您这一说 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没有了食欲 不过也非常的精彩了哈 你看今天 首先王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一种 文化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哎 哎 接下来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美食上的 什么样的美味特色呢 今天煮了一个菜叫鹿猪鱼 哦 在我那儿的叫大宋旺氏鱿猪鱼 大宋王氏鱿猪鱼 来咱们开始吧王老师 嗯 好 首先第一步 给它美美容 哎 这个先 简单的修正一下 鲜美甲 这个手煎以后主要是放置它一炸 嗯 它这破了只能处不好看 哦 这一朵一炸出来它不 它蒸起来 对 所以我们对这道菜的颜值也会有所提升 王老做菜非常认真啊 它在这个鱼尾上面都写了两个字 正反两面写的都是水字 哎 您看这道工 哎 如鱼得水 哎 那所以我们现在改刀完成之后 下来要做什么呢 这叫巴上低味 好 好嘞 我们在这个盘中把料酒和盐均匀地混合到一起之后 哎 再让这个鱼和它均匀地接触一下 嗯 亲密接触 哎 这个就是麻味了 嗯 这麻味要排粉 排粉 排粉 这个排粉是不是不能排得太厚 这个都不能排太厚 但是必须得 包裹住 包裹住 哦 它主要是叫它这个鱼 嗯 暖的时候这个水分不湿 水分不湿 嗯 好 咱们把它均匀排粉之后 嗯 在油温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 您看这油温热不热 我们可以把它下到锅里面 嗯 可以了可以了 这个达到七成 哦 七成热的时候 嗯 哎 哎 先到底是这个冲一冲 哎 现在要顶银杏 嗯 哎 再次反过来 嗯 咱们这个早破顶杏 嗯 你早上不能 不能美楼晚上的巩固 哎 哎 这个鱼炸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 咱们就一看这鱼 好了 可以从油给它捞出来了 嗯 这个鱼炸好 嗯 它这个鱼它不乱不行 它这个顶杏了 嗯 哎 炸头了 都都可以了 这个鱼炸制完成之后 咱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呀 王老师 嗯 就勺子 河南的鹿竹是一种太中几法 特殊几法 就是用河南的一种太中 叫豆绳 就是西瓜酱 看到了 就是今天您备的这个材料了 是吗 就都是西瓜酱 那你看看咱这锅烧热了 咱先搁上油 搁上油 先把西瓜酱炸一下 把今天咱们这个鹿竹鱼的 必备法宝西瓜酱给拿上来 大葱大姜 嗯 不煸不香 这时候刚才我们炸制好的黄河大鲤鱼就要再一次放到锅中 嗯 对 好 咱们这个鱼放回去之后了 我看见还放了什么木耳和笋片 嗯 这是个河南姜片头 姜片头 葱端 姜片 葱端 姜片 鱼烂片 嗯 给母耳 现在又加入了少许的生抽 哎 现在的等待就是要等它收汁了 嗯 这个鱼 是为啥打死我了 也就是说豆瓣酱夹咱的拉面 这是 这 来吃鱼带吃面 哦 咱们这个叫出条了吧 就了 咱这叫开条 咱这叫开条 先尝一尝再说好不好 赶紧的吧 来 还等什么呀 我跟你说吧 嗯 面条 筋豆爽滑 嗯 这个鱼肉 咸鲜适口 哎 这个豆豉的芳香特别的浓郁 嗯 大宋王氏卤煮鱼 第一步 将鲤鱼改刀 鱼身均匀涂抹盐 料酒以及淀粉 下油锅炸至精黄后捞出 第二步 锅中加入西瓜酱 葱段 姜片 木耳 笋片 以及炸制好的鲤鱼 收之后出锅 第三步 将拉面过水煮熟后捞出 摆盘即可 让美食有温度 您正在收看的是 河南卫视大型美食文化节目 老家的味道 本来目由真材实料的六个核桃 独家冠名播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同时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 也欢迎大家打开手机 扫码进入到老家的味道和番茄小镇 联合打造的老家珍险平台 购买各式各样的地道原产地食材 只要扫码进入 海量红包随机发放 下单立减 同时老家的味道也正在招募合伙人 参与方式非常简单 您只需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好友 我们将会拉您入群 了解更多的平台信息 一旦成为合伙人 零风险不囤货 分享销售商品 还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哦 所以还等什么呢 赶紧拿起手机加入我们吧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感谢爱奇艺搜狐视频 优酷对本来不等大名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